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卢台长为我们慈悲看图腾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下面就开始现场解答大家一些问题 小朋友讲吗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谱 感恩大慈大悲如台长 我是1996年的老鼠 我想问下我的虔诚 你念经念了没有啊 有念一点点了不是很熟 一点点我就讲一点点给你听 几几年数什么呢 1996年数老鼠的 嗯 你这个老鼠的图腾啊 到处在窜 就是说啊心不定 小弟听得懂吗 好 就是说你这个人力力不够坚强 就是说人想做一件事情要有意志 你一定要多念大悲众 否则的话你这个老鼠这么乱窜 对你的工作不好 所以你以后会这里坐坐那里坐坐 听得懂了吗 好听得懂 这是一个 好吧事业还是有的 但是你这个人一辈子做不大 最多做一个manager经理 而且是卖鞋子的 我想问下我的身体状况 肠胃要当心 你的肠胃啊 怕冷啊 明白了吗 而且吃东西有挑食的情况 对不对啊 对 其他的呢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就是害怕 你以后谈恋爱你都害怕 怕人家骗你 因为你的性格比较温柔 像女生一样的 他表情还很丰富的 那我想问下那个夜战灵性 我应该念多少个小房子啊 夜战灵性的话 你这样 小弟你一个星期念三张小房子 好吧 大悲咒念十七遍 心经最好能够念十遍 然后呢自己要每天念一遍 礼佛大忏悔文 你等到 你现在是毕业了还在读书啊 我现在在等着SPM的成绩 在读书是吧 对对 读书的话多念心经 哦好 明白了吗 明白 多念心经 然后呢自己要懂得 多多的念心经 再要念准提神奏 保佑你平安的 能够做事情可以顺利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好 谢谢 好 这位老妈妈 不能站太久 我不能站太久 久了它就酸 老妈妈你再讲一遍 我没听见 我说我的脚啊不能站太久 站久了它就酸 哦你的脚是吧 老妈妈你告诉我你几几年数什么的 49年牛 几几年 49 49年数什么 牛牛 嗯 老妈妈你是这样的 你这个关节啊 出很大的问题了 哦 我跟你讲 老妈妈你还有 你的妇科也很不好 是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个是你年轻时候 落下来的这个病 对 对 你们不鼓掌我不看了 老妈妈你听我讲 你刚刚讲牛牛 牛 有点道理 你现在两个腿就像你的牛牛一样 就是 没有力啊 就是说没有力 没有骨头一样的 因为你自己本身还缺钙 老妈妈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要多吃点维他命D 我维他命D啊 然后呢自己要多晒太阳 你的肠胃也不好 对对 因为你太为人家操心了 对 你脑子里什么都放不下 老妈妈你见了台长之后要放下了 儿孙自要儿孙福啊 明白了吗 明白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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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教你啊 你把 你现在 每天要念 二十一遍大悲咒 大悲咒 九遍心经 礼佛念三遍 嗯 然后呢自己还要念一点点的 我们说的就是解节奏 解节奏要经常给他念 好吗 好 嗯 没什么大问题 老妈妈还有一个脱头发 头发掉的太多 嗯 晚上早点睡 腿不好 睡觉也是要早一点的 嗯 好吗 其他没什么 好 多喝点大杯水 好 谢谢 谢谢 师父 弟子给师父请安 哦 谢谢 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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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兰 港大灵馆 感恩圣菩萨 感恩 卢君洪菩 感恩师父 老妈妈抓紧时间吧 老妈妈抓紧时间啊 啊 感恩 祈求师父 给我儿子 看一看 1982年属狗 我想 给他看看他的身体 他有乙肝 很长时间了 一出出生没多久 鼓掌 体检就有了 对的 我告诉你 现在他的乙肝啊 嗯 蛮麻烦的 他现在的肝里边呢 一些细胞啊 细胞源损坏很大 嗯 这个孩子呢 现在外表看不出 实际上呢 整整个的人没有精神 对 没有力气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呢 对的 自信心又不够 对的 老妈妈听得懂吗 是的 我现在看到这个肝呢 基本上有四分之一的地方啊 就是整个都不是太好用了 你能不能一边给他治疗 一边不停的给他念经 因为我看到的 他身上的是一个老婆 老婆 老婆 年纪大的 你这个孩子有没有 爷爷或者外公给他领养过啊 就很喜欢他的 嗯 没有领养过 不是领养 就是有没有一个长辈 年纪大的老伯伯 就年纪大的老老人家 有有很喜欢他的老人家 过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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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 有吗 他的太奶奶 特别特别的喜欢他 人瘦瘦的 对对对 头发往后梳的 啊 对对对 眼睛不大 对的 鼻子很大 对的对的 对的 感恩师傅 在你儿子身上 你把他好好的超度走了 你的孩子很快就会好了 感恩师傅 明白了吗 但是他要的小房子非常多 多少 700张 好 一定 好吧 好的 感恩师傅 还有什么问题 他的工作还可以吗 他的功课是吧 工作 工作啊 嗯 老老实实的一个孩子 胆子很小 嗯 老板是喜欢他 对对 特别喜欢他 但是这个孩子没有创意 嗯 就是说不会往前闯的 嗯 就是说他做不了老板 他只能做一个员工 挺好的 他不会 老板不会把他去 就是把他 file 就不会把他开除的 好 你就让他安安心心的去做 但是这个孩子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婚姻 因为他对婚姻啊 嗯 会没有信心的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就是这样 所以多给他念一点 大吉祥天女神奏 好的 好吗 好的 让他感情稍微好一点 好的 好的感恩师傅 还有一点 你以后少跟他讲话 好 好 那两岁的小孙女说 要去澳洲送榴梁糖给卢爷爷 哈哈 谢谢卢爷爷 谢谢 卢爷爷就喜欢吃糖了 哈哈哈 他老是说要去找卢爷爷 好的 他还会还会练 呃就两岁的时候就会练准提咒 往生咒 和那个 姐姐咒 姐姐咒 对的 师傅 谢谢 好了 好 感恩师傅 扣谢 谢谢 想想看我们在两岁的时候 我们在干什么 谢谢 我们浪费了多少好时光啊 所以 一定要抓紧时间呢 嗯 卢大长您好 你好 我是1980年属猴 请问我身上有没有灵性 你是什么 1980年属猴 你想问什么 请问我身上有没有灵性 有啊 有一个年纪大的女的 老妈妈 是我婆婆吗 你婆婆已经走了吗 对 我就告诉你样子好吗 你说说像不像你婆婆啊 对 脸 大大的圆圆的 脸啊 你看 眼睛啊 是双眼皮 大大的 我告诉你嘴巴有点翘 明白了吗 嗯 他跟你不是太好 因为你在 你家里的时候 你老跟他闹意见 他为了他的儿子老跟你吵架 你自己呢 你自己呢 要懂点事情 现在他找你麻烦了 明白了吗 明白 他让你现在有点忧郁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现在比较忧郁 你别看你头发染染 眉毛画画 眉毛画画 但是你很忧郁啊 要懂吗 要放下 一定要放下 多念心经 心经 明白了吗 因为台长 刚刚看你头疼 你 你的婚姻非常麻烦 你的感情运 要好好地当心 不当心的话 你会 两次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了啊 他不想讲 郭台长 我想问我背部的肿瘤 呃 是否需要开刀 什么 我背部的肿瘤 你背部是吧 你数什么再讲一遍 几几年呐 1980年数后 偏左面的 背部啊 偏左面的这个肿瘤在 蛮大的 对 你 相信不相信台长 相信 你相信台长 台长可能会让你免去一刀 好 感恩 但是 你一定要好好地念 一个男的 中年男子 肯定年纪轻的时候 你还没结婚之前 他就很喜欢你的 或者是你的老师 或者是你的谁 我不知道 中年男子 就在你的背后的肿瘤这个地方 是他搞你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这个男的过去很喜欢你 嗯 想一想 没有关系 给他念经吧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 你只要许愿 给他念六百张小房子 我可以叫他到你的梦里来看你呢 所以 情 要 不要 情 感情不要洒得太远 不要洒得太多 会害我们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到 现在这个事情只有你知我知了 大姑娘 好好给他念经 也是 了表我们的心意 对王仁的一种 哀思和寄托 就是靠着小房子 给他超度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就六百张小房子 你慢慢的念 然后呢 他会慢慢的念到差不多的时候 他会离开 离开的时候呢 你一边要用点药 一边的要离开 然后呢 还要自己泡脚 泡脚是增强你的免疫系统 然后 泡脚的下面呢 就是水里面放点黄酒 然后每天呢 让你这么 血月循环通畅 你听台长的话 你如果愿意的话 你可以吃些六神丸 或者 那个叫 那个叫 牛黄解毒丸 你慢慢会小下去的 最主要是你许个愿 我一定要超度他 好吗 好 这个男的在你背后 不断的跟你搞 不断让你长了一个流 还让你的腰很不好 对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呢 太男人量了 看见很多男孩子 你像男孩子一样 无所谓的 帮人家买东西啊 花钱啊 你想想看 人家怎么不喜欢你啊 现在男的都小气 一看有的女的花钱买了 哎呦 真好 真可爱 少可爱一点啦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 我想问一下 我的先生 身上有没有灵性 你的谁啊 先生 几几年啊 1976年 鼠龙 你的先生怀财不欲 听得懂吗 有才华 没有好的工作 没有好的地方 没有好的地方让他发挥 听得懂吗 发不出来 在家里面被你压着 在单位里面被老板压着 他自己做生意 也被你压着 因为他做生意 你收钱 对 听得懂吗 像他身上有没有灵性 我刚刚看他了 身上很多的小灵性 你要叫他念往生咒 明白了吗 明白 念往生咒就可以了 好吧 感恩 台长 到这边来好 到这边来好 最好是不是知道 卢台长你好 你好 我是黄秋英 1962年出世 你不要报名字 因为看图层死人报名字 你还活着呢 我要看的是 几几年数什么的 1962 好你说 1962年数什么 老虎 虎的 属老虎 对 你告诉我你想看什么吧 我身上有没有 那 灵性啊 我告诉你啊 第一 你的胸部出过毛病 乳房出过毛病 对对 第二 你的肠胃很不好 嗯 对对 你人是一个好人 但是你要注意 你的心脏 以后晚年会出毛病 哦 要怎样办呢 要怎样办呢 这样子 要怎样干嘛 要怎样 或者是可以什么 可以解决呢 念经或者什么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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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小房子呀 自己要念大悲咒 念心经 哦 哦 然后念小房子 明白了吗 明白 你这个人啊 你这个人啊 很不懂啊 你这个人的天庭啊 要饱满啊 你看看你把头发遮住了 你运气一点都没有啊 好 头发要把遮起来 把它分开 让额头亮出来 好 你才有运气啊 好好 听得懂啊 听得懂 自己心脏当心 你主要是血液循环不好 对对 血液循环不好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要问我儿子 他是1979年属羊的 79年属羊的 只能看看有没有灵性 这个儿子 但是我告诉你你要当心 生出来的时候 体制就不是太好 明白了吗 嗯 现在呢 孩子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 就是性格比较内向 不愿意理人家 对不对啊 对对 他做工作没有将顺利 什么 工作没有将顺了 工作没有这么顺利 对对 你叫他每天念七遍心经 七遍心经 你每个星期给他烧两张小房子 给他念108遍解节奏 他是读英文书的 我怕他不会华语 你帮他念呀 我帮他念 你帮他念嘛 一样的 我们也有英文书的呀 一样念的呀 我在欧洲在美国很多西人都在念经的呀 他们就照着英文念呀 挺好的呀 明白了吗 明白 好 我再最后提醒你一下 你要放开 你这个人太执着 像男孩子 你太刚强了 记住太刚强会折断的 脾气呀 不要太倔呀 我说你呀 听得懂吗 脾气要软一点 谢谢 好好谢谢 如台长好 我是帮我妈妈问问题 她是六五年属蛇的 已经病了八年 然后医生之前是讲脊椎神经线的问题 然后不懂什么原因 然后我想问第一个问题是 多少张小房子 还有要放生多少条鱼 你妈妈是几几年属什么的 六五年属蛇 我想告诉你 你妈妈的一个婆婆 就是你妈妈的一个婆婆 你妈妈那个时候 就是你问问你妈妈看 就是说她做梦做到过她没有 有 她现在很恨你 她死的时候 她也很恨你 现在她在弄你 你告诉我 你愿意不愿意 还她的债 愿意 你这个婆婆现在就在这里 你刚刚讲的话她听到了 现在她还不满意 你能不能跟她忏悔一下 你告诉她 你告诉她 婆婆我做错了 可以的 婆婆我错了 请你愿意 你愿意 你这个病 如果她不在你身上 你很快 就会好起来的 她只要不在你身上 你的脊柱慢慢会坚硬 会好起来的 你现在 你现在要答应她 要给她先念 八百张小房子 好吗 好的 她曾经很疼我的我一切 但是 你不疼她 听得懂吗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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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过她 所以 到了报应的时候 再来跟你算账 她一直要害你到你走 所以你要叫你儿子跟你一起念经 明白了吗 明白 谢谢 曾经很疼你到后来两个人关系就很糟糕了 明白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我妈妈的功课 现在是二十一遍搭配奏 你妈妈现在的手和脚都不能动啊 能动的呀 脚完全是不可以动 我知道 我知道 手一点点 现在我可以啊 她脚是不能动 因为她的下肢啊 她这个灵性是卡住她的腰椎这个地方 让她整个都疯死了 现在呢 稍微给她点颜色看看 就是说我叫她这个婆婆呢 先把她上面放松一下 让她呢有点信心 如果她给她八百张小房子念完之后 那婆婆呢放她一下 好吧 好吧 好 好 你现在 我看啊 好 那个 你先肩膀啊 可以动了 她这肩膀你放了 你肩膀动动看 好 好 再往手这里 手这里慢慢放啊 动 左手 左手 往上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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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回家继续给她念 她会让你都会动的 明白 如果你不给她念 她就叫你都不会动了 明白 你妈妈脑子她还没搞她 已经很对得起她了 听得懂了吗小弟啊 明白 你要帮妈妈的 明白 明白 啊 你自己很孝顺 但是我希望你孝顺就要帮妈妈念 是 好吧 其他没什么问题 八百张念完之后 二十一张二十一张不停的念 一直念到她 恢复 功课方面要怎样调整吗 功课方面每天四十九遍大信经 二十一遍大悲咒 礼佛每天五遍 然后叫她放生 初一十五放生 然后一共要放到两万条鱼 好 可以 还有第三个问题是帮一个王人增墓水问 请问她现在在哪一道 是九三年属猴 男的女的啊 男的 叫什么名字就告诉我了 增墓水 姓什么 姓增 第二个字呢 木 木头的木 木 水 水 对 和水的水 风水师嘛 这名字怎么有墓水呢 增墓水 什么时候过世的 一两年前啊 是 男的 是 是你爸 我公公 你公公是吧 你公公怎么有点胡子啊 这里塞帮上 是 嗯 脾气倔的不得了 一点点啊 会打人哪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我不知道 没有被打过 你要不要晚上我叫他来打你 不要不要 好啦 现在 这个公公 我告诉你 你别看他 不怎么样 人家照样在阿修罗道 听得懂了吗 明白 好啦 谢谢 没什么大问题的 喜欢穿着古色古像的衣服 对 谢谢 好啦 谢谢 谢谢 好 下一个 师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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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儿子 我儿子 1972年 他有二十几年的精神病史 他的这个 老鼠什么颜色 婚姻问题 公众问题 还有身上什么灵性 几几年的了 1972年 属什么了 说老鼠 你儿子有大问题了 是的 在他 在他脑子出问题之前 出过一件事情 大概是的是的 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我也不敢问 我告诉你 受过刺激 而且 而且 是走了不好的地方 去惹来的 对了 到日本去过了 对的 谢谢师傅 现在人家灵性 不离开他 对 老盯着他 对 你说怎么办吧 好好念小房子呀 我 已经念了 两千 两千张左右了 他现在直接开始念小房子 做功课 两千张左右 只收到一千张 对了 你怎么知道啊 不是 对了 我功力没有 我功力没有 啊 我自己念的 我功力没有 功力很小 我知道 你功力不行的 对 你一边骂人 一边念经 菩萨一听 你到底是念经还是骂人啊 对不起 嘴巴少讲了 一千张完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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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你自己要好好改毛病啦 对 是的 你的儿子 我可以告诉你 你要是听听台长的话 脾气改改好 像这种毛病 哎 是的 小菜一碟 神经病 台长专制神经病 谢谢台长 明白了吗 明白 我可以告诉你 老妈妈你不要 不要不开心 因为你曾经有过忧郁症 是的 所以你儿子受你的影响很大 听得懂吗 嗯 如果你说他神经有问题 你是老神经了 是的 所以要改自己的毛病 好的 从现在开始 不骂人 不着急 做什么事情 稳稳当当的 念经好好的念 好的 求观世音菩萨发愿 好的 你告诉我 你儿子几岁啊 四十二岁了 我帮你看看啊 如果你好好的念经 我看看他什么时候会好 好的 好的 老妈妈你气量大一点啊 好的 你太小气了 你他的钱不多 你拿点钱出来替他放生啊 好的 放多少大概 放多少了 现在才问啊 早就应该放了 像你这种人呢 真的 钱不舍得 最后说 儿子啊 我替你放生吧 自己 把自己放进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几几年呢 七二年 老鼠是吧 老鼠 哎 四十几啊 四十二 有一个白头发的男的 在他身上 身上 他应该看到过 他会嘴巴里经常讲一些老年人的话 他嘴巴里咕哩咕哩讲话 看见了吗 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先给他五百多张 五百多张 好的 五百十张 好的好的 然后再慢慢的再继续给他 四十九张 六十八张 然后再给他 一百零八张 之后就二十一张二十一张念 好的谢谢 你的儿子我要救救他很容易 因为你的儿子现在脑子还是挺清楚的 明白吗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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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生 婚姻问题怎么样 我先问一下 他结婚了吗 没有 他命更当中有两次婚姻 他已经谈过一个的 被人家踹了 也不知道他踹人家的 如果是他踹人家的话呢 就是你插手了整个世界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是你不喜欢这个未来的媳妇 所以你在你儿子边上讲啊讲啊讲啊 没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儿子还会有一个 但是呢 不会很苗条像第一个 比较胖 没有第一个好看 你就稍微忍耐一点 好的好的 好的 谢谢谢谢 谢谢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第一个比较好看 你就比较嫉妒 然后他工作问题有 工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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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问题让他最好想办法去找工作 但是这个人 你这个孩子的命啊 就是说工作一直不稳定的 明白吗 对的 这里做做那里做做那里做做那里做做 那里做做那里做做 不稳定 对的 他呢很容易在单位里得罪人 明白了吗 对的对的 实际上他对人家没有不好 但是人家呢就会慢慢的对他不好 知道为什么吗 对的 不知道 前世啊冤结太多呀 他也是欠你的 所以你呀真的稍微少管一点事情 你现在出来给他念经 什么都不要管 好的 随他去 好的 儿子缺老婆 帮他念老婆 缺钱 帮他念钱嘛 好的 你不要管嘛 就好了 我一下就他的功课怎么做 功课 他现在到门口去问 资讯处 都可以的 多念心经 不开智慧 好的好的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好了 还有1944年 我自己本来 有耳朵耳末很厉害 说猴子的 就是有没有灵性 没有 只能看看有没有灵性 好的好的 是不是灵性 十几年了 耳末了二十几年 你几几年啊 1944年 是猴子 你想 你说你刚刚说看什么 有耳朵耳末了十几年 二十四小时 耳末 好了 教你一个方法吧 谢谢 好吗 第一泡脚 第二 吃全素 吃了 吃了多少时间了 四个月左右 哇 这么长时间 你吃了一年之后 你看看你会不会好 好的 老妈妈听得懂吗 听得懂 身上啊 肾脏出毛病了 对 不是灵性啊 是肾脏啊 对 是不是灵性 不是灵性 不是灵性 灵性 腰上就有四个大的乌龟 哇 就是 不是乌龟啊 就是甲鱼啊 对 对对对 你杀的老妈妈 对 我告诉你 你怎么杀的好吗 你不是正面杀的 你把它翻过来 对 年轻的时候 他把头要顶过来 你就插一刀 对 所以四个全在你腰上了 对 需要多少小房子 小房子念十四张 七十四张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老妈妈 你再不好好的修 再杀活的东西 台长就咔嚓把你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下去吧 感恩 台长感恩观世音菩萨 谢谢 那么大使大别的杜君彤台长 请台长帮我的女儿看看图腾 他是07年属租的 07年属租的 对 他到现在还不会说话 看到了 非常好动 很喜欢吃东西 吃了就会大哭 晚上睡觉还会哭 对 你自己掉掉的孩子啊 你念过小房子没有啊 我前 上个星期我烧了21张给他 什么 我上个星期烧了21张 21张小房子 刚刚21张怎么够啊 明白了吗 这个孩子来讨债的 而且我告诉你活不长的 明白了吗 所以你现在要想就把它改变 你要给他小房子不是21张 至少1500张 慢慢去念吧 而且你们家里从此要许愿 不能吃活的海鲜 明白吗 明白 请问台长他需要多少 他身上有三个小灵性 明白了吗 所以啊 我告诉你啊 那这个小孩子现在不是在拼命的动吗 那台长可以叫他暂时 身上的灵性不搞他 他会安定一会儿 明白吗 但是呢你小房子不念 很快的他又会乱动了 明白了吗 请问台长 你刚才说他有三个小灵性 还有两个小灵性是 是属于哪里的 是属于哪里的 所以你打胎的孩子啊 我只流产过这一个 你只流产过一个 你流产过不知道的 你流产过不知道的 听得懂吗 喂 喂 好了 我管不住他 我如果天天在你家里 我就马上把它弄好了 听得懂吗 好 靠你们两个管 还有 叫你先生做生意 要稍微 这个 怎么讲呢 就是要稍微要随缘一点 明白了吗 好吧 嗯 好了 嗯 好 你们走开 拍照片的走开一点 否则你们会沾到灵性的 你们让台长给他 稍微治一下 啊 大家想一想 救人怎么没有法力啊 如果观世音菩萨没有牵手牵眼 怎么救我们 看看哪位大的菩萨没有神通啊 嗯 所以一定要救人让人家知道 就得好好地念 你现在赶紧你们夫妻两个 要许愿 从现在开始 坚决不吃活的海鲜 听得懂吗 还要吃活的海鲜啊 嗯 听得懂 我告诉你啊 要做死你们的 这个孩子你们知道 身上有多少散铃啊 不得了的 而且你先生做生意当中 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明白了吗 叫你先生好好改改毛病 否则的话会抱到你孩子身上的 明白了吗 你们知道这个孩子刚刚叫一下 是台党把他身上的灵性弄走 但是只能一会儿啊 大家听得懂吗 你现在两个人最好 妈妈马上要许愿一千五百张小房子 然后马上要自己要许愿放两万条鱼 而且自己的父亲 我想问他 你的先生是做什么生意的 做汽车零件 做什么 汽车零件 汽车零件是吧 对 你在和人家做生意的时候 尽量帮助那些很穷的人 少收他们一点钱 明白了吗 好吗 我讲话 点到为止 我不想多讲 听得懂吗 小弟 好啦 不好意思 我想请问一下 我的女孩 会不会有机会好起来 你看 问这种话的人 就是连信愿型 连个信心都没有 所以要记住 你去问问有多少人好起来 你去看看他们马来西亚 吉隆坡的共修组 有一个师兄 过去的孩子不讲话的 妈妈天天愁 你看人家好起来了吗 你去问问 天天去问问 太多的人了 全世界六百万信众 问问他们好起来了没有 你不要来问我 自己想一想好的起来 好不起来 你没有学佛好的起来 你去看病呀 哪个医院把他看得好了 你花了再多的钱 你看看你孩子会不会好了 为什么我一说话他就不敢动啊 自己都没有信心 你看着好孩子的 好好的念经啊 要有信心啊 我可以告诉你啊 你要是救不好这个孩子啊 你很快就会出大事的 因为这个孩子活不长啊 听得懂吗 你要不要我讲给你听 他几岁走啊 不要知道了 知道了到这个时候 你就很担心了 而且你会很害怕 到时候这孩子说不定真会走 不要知道时间 永远帮他念经 帮他求 他就慢慢的延续 他最后要 最后会好的时候 是生一场大病 大病好了之后 灵性离生 就彻底的开始好转了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他懂欧文吧 好了好了 老师傅 他的爸爸在卖零件之前啊 做过一些其他的 有杀业的事情 所以我看到了 我都没讲 明白吗 好了你说吧 你好 你好 现在我要问 对着嘴巴 1972年属属的 1972年属老虎的 属 属老鼠的 男的女的啊 男的 想问什么 前程事业 婚姻 前程事业婚姻都不好 听得懂吗 因为他的婚姻 比较麻烦 他自己呢 前程呢是好一段 一段不好 听得懂吗 还有他的婚姻 你少参呼太多 又是一个妈妈 控制儿子的例子 你啊跟你说啊 放下一点吧 我想问你 你儿子还跟你住在一起吗 没有他住爱尔兰 爱尔兰 你少管他 好不好啊 还有第二个 你的这个孩子 胆子比较小 因为他小的时候 受过心灵受过一些创伤 我不讲你也知道 因为你们家里发生的感情问题 让孩子非常的忧伤 听得懂吗 懂 懂 所以 我希望你每天给他念 十一遍心经 三遍大悲咒 好 两遍礼佛大忏悔文 给他念一点准提神咒 好 然后等到你儿子自己开始念了之后 我希望你让他能够念一个经 观音灵感真言 他会一下子好起来的 他这个人也是属于怀才不遇 听得懂吗 他身上的阴气太重 长得比较好看 比你好看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谢谢 还有 我要问了 1946年属狗的我先生 1946年属狗 你先生的肾脏不好 对 你先生的腰和心脏都不好 对 你的先生唯一的好的地方就是脑子 他因为知道怎么样听老婆的话 感恩感恩 开心了 他回去说 陆台长说的 你的脑子好 你必须听我的话 没有 好好地跟他一起念经修行 夫妻双修功德双祸 他是受英文教育 他都不会念经 你说什么 他受英文教育 他不会念经 好 他说你说英文哪 那把我们的英文书给他看 明白了吗 照样念 我们在澳大利亚 多少西人都在念经 这有什么稀奇的 好吧 我告诉你 你的先生呢 我现在看到他样子了 头发很白 对不对 人很高 对不对 但是呢 皱纹比较多 对 好了 好好念经啊 好了 好 好 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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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胡台长 感恩观世音菩萨 一九六亿 数什么 一九六亿 一九六亿年属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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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头老黄牛 背着一生的 债啊 你啊欠人很多 听得懂吗 你压力很大 你要养很多人 养家里的孩子啊 老婆啊 压力很大 明白了吗 明白 因为你外面 还有的人也要养养的 啊 所以呢 你的老婆在不在这里啊 有有在 哦 不是 外面倒没事 是这样的 你主要呢 单位里要养很多人 公司里啊 要养很多人 不过有一点 你对你老婆很忠诚 这是真的 对 嗯 你呢 好好念念 李佛大忏悔文 哦 压力太大了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年轻的时候 运程非常的好 往上跑的 对 现在呢 掉下来了 生意也不如以前了 对 身体也不如以前了 而且我看出你 这口老黄牛 非常的健壮 而且过去很喜欢体育运动 对 你现在 有一个脚 腿啊 关节很不好 是 对 二十多年前 锁了螺丝了的 现在越来越厉害 站的时间久了 这个腿就不舒服了 对 而且呢 骨头有呱呱呱呱响的声音 对 明白了吗 明白 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 好面子 谁说你好了 你把钱都肯拿出来给人家用 谁要是说你不好了 没搞妹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因为我看那个老黄牛就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这个老黄牛是一头水牛 所以你经常要洗澡 经常要泡在水里 你要去做一个生意之前 先在水里多游一游 然后你再去办这件事情 就会比较顺利了 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我看你这头老黄牛 好像受过训练 因为很懂得好像老黄牛走路啊 走起来路很有劲 有点像当过兵啊 或者做过这种类似的受过训练的 对 以前各塑胶啊 各塑胶 各塑胶哦 哦 怪不得的 那也是有过训练的 你有佛缘 你有佛缘 你这里有一尊菩萨 嗯 谢谢 蛮好的 还有生上小灵性也 小灵性 你现在开始不要再吃活的海鲜了 哦吃树了 吃了吗 吃了 吃了几年了 一年了 一年是吧 你继续吃下去 好 好 你不要拿这个话筒 像割胶一样的 哈哈 哈哈 蛮好的 他这个图层不错 嗯 你没有做过太多的坏事 嗯 小坏事不断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以后不要去多贪人家的便宜 嗯 啊 你这个人呢 小便宜不贪的 大便宜贪一点 哈哈 哈哈 好吗 好 你会不会念经啊 嗯 开始念了 念吧 你多念心经 心经 我可以让观世音菩萨到你梦里来看你的 好 他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分 谢谢 嗯 好吧 好了 嗯 其实这个老先生企业做得很大的 台长都看得到 老先生 吴台长功课 啊 功课 功课们就心经啊 心经啊 大悲咒 大悲咒 礼佛念三遍 礼佛念三遍 好吗 你以后出毛病 是出了你的肝上 嗯 你过去喝过酒 对 以后不能再喝了 没有喝了 啊 但是已经损坏你的肝了 嗯 明白吗 我告诉你老先生 你的生意做得蛮大的过去 对 肝两天 他要下去吗 我就不讲了 动手术 呃 胆割掉了 胆割掉了 接下去就割药 割干了 嗯 千万不能再吃了 我觉得你应该吃素了 吃了吃了 吃了吗 吃了 好 劝人家不要再去吃荤的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好了 好 谢谢吴台长 好 接下去 大之大悲 救苦救难 卢君洪台长 请卢君洪台长 替我的孩子 看他的糖尿病 他是属老虎 一九九八年 请问他身上有没有灵性 九八年属老鼠的是吧 老虎 老虎 我告诉你啊 这个孩子啊 这个糖尿病啊 是遗传的 先天就有的 先天就有 他的家族啊 就是他的祖上啊 家里人啊 有这种糖尿病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这个孩子 人挺好 没有什么大问题 而且他很孝顺 现在他的糖尿病呢 不是太严重 但是控制的不好的话呢 就不好 他主要的毛病是昏睡 经常吃完饭之后 就想睡觉 对 第二 这个孩子 长期的糖尿病之后 让他呢 精神上啊 产生一种啊 烦躁感 所以他看见别人都很烦 他不愿意见很多人 他喜欢一个人关在房间里 玩玩电脑 不愿意跟人家交朋友 对不对啊 对 他每天都待在 待在家里 不要出去 就是一直玩电脑 对了 现在我告诉你 首先 你们家里 房子里有灵性 房子里有灵性 对 我现在看你们的家 就是冲着孩子的气场 我能看到你们的家 你们的家 还是比较宽敞的 进门 大门的左手边 有一个房间里面 有灵性 后面的房间对吗 对 那 进门 左面 左面的最里面 明白了吗 有一个像 库房 也不知道像一个 什么车库 比较像这个 仓库房 或者是 格拉吉 什么地方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房间 里面有 两个灵性 所以你们家里 不单单是孩子生病 连你 连你先生 家里的其他的人 会轮着生病的 对不对 听得懂吗 之前 我后面的房间 是我妈妈住的 那么她已经过世了 现在明白了吗 那是不是我妈妈的灵性啊 对了 去年九月 要记住 凡是任何一个老人走了 我 我告诉大家啊 如果你们的父母亲 有一个走掉 你想留住另外一个 你最好的方法 就是马上 帮老人家搬家 换一个环境 他只要看见 他过去老伴的 用的 吃的 住的东西 他就会想他 一想他 灵性就来了 所以 学佛的人 这个意念不能乱动 意念一动 灵性就来 现在 你这个房间 空着的 是他的房间 他当然 做鬼 他有权力 他可以过来啊 他晚上就来 你知道吗 我现在看他晚上就来 我问你一句话 我问你一句话 你就明白了 你们家里经常有听到各种声音吗 厨房间有声音吗 好像是那个张壁虎的声音 每天早上我起来念经的时候 都有一个声音 地真的很大的声音 看见了吗 我猜测是壁虎的声音 壁虎了 你把那个老妈妈当成壁虎了 不 我猜测罢了 你猜测了 就是灵界呀 灵性呀 灵性呀 这个都不懂啊 对吗 我问你呀 有时候墙 这个这个房顶上有声音 听到吗 你晚上静静看 哦 哦 好 这样吧 你还不是太相信 那我只能叫你的妈妈 晚上来看看你了 不要了 要不了 不要了 不要不要好好念经呀 我现在正在念经啊 正在念经啊 告诉你呀 两个灵性念掉就好了 我不知道这间房子里 为什么会有两个灵性 我想问问 你说这个房子过世的时候 是你的妈妈是吧 我本人 我妈妈 我自己的妈妈 你自己的妈妈 我问你 你爸爸还活着吗 我爸爸已经去世了 已经十多年了 活着的时候 是不是也在这间房间呢 不 不是 好了 很简单了 你妈妈跟你爸爸 约会的地方 就在你这个房间里 所以我看到两个灵性 你们不要以为啊 鬼跟鬼都交朋友的 鬼还要跟人交朋友 你们知道了 所以叫人鬼情啊 未了 那么台长 你是说 我家里有灵性 那么 儿子身上有没有灵性呢 马来共修祖 好好地跟他讲一讲 妈家里有灵性 他儿子身上有没有灵性 我跟你讲了 你儿子身上的灵性 就是因为你家里的灵性 有两个 嗯 好 至少两张 那么要放多少条鱼呢 随缘放吧 随缘 嗯 你最好是念小房子 一位灵性就要 至少要六十九张 看看两位灵性 念完之后 会不会走掉 好吗 哦 要六十九张小房子 两个 一个人六十九张 走的时候 我会让他们 到你梦里来 告诉你一下的 哦 他的病会 到了六十九张 他的病会慢慢 回复安康 你说呢 希望 好了 希望你可以下去了 我希望你可以下去了 我希望你可以下去了 你自己啊 一般只能问一个的 你自己我提醒你两点就可以了 多念心经 心经多少篇 每天二十一遍 你这个人脑子有问题 因为你过去啊 受过刺激 在感情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鲁金鸿台长 鲁金鸿台长 我是帮我朋友问世 这个小孩子 2006年属狗 男的 八岁 不会说话 不会走路 呃 讲下去啊 讲下去啊 几几年呢 2006年 狗 他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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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妈妈长的那个样子 会不欠情在的 有一个年纪大的人 在他的孩子身上啊 就是他妈妈过去喜欢过的 也不知道是人家喜欢他妈妈 也不知道他妈妈喜欢他 死掉的一个年纪大的人 你有没有认过什么干爹啊 六六六 六马呀 今年是马年 人家恭喜台长说 哎呦 万马奔腾啊 台长跑都跑不动 他说我不知道 哪一个 看见了不啦 哪一个 随便哪一个都让他孩子这样 听得懂了吗 干爹啊 干爹嘛闯祸了呀 干爹不舍得干女儿呀 那回来看不到他们 就看看他儿子了 一看就到了他儿子身上了呀 明白了吗 叫他赶紧念小房子了 明白了吗 对他自己本身有念给这个小 给这个小孩子 90 差不多100张 不够 不够 对对他今天要问 他需要 念什么给自己 或念多少小房子给小孩子 嗯 麻烦 他要 他现在就要捉弄他 就是让这个女的啊 像让他这个女孩子啊 就是让他难过 听得懂吗 因为这个喜欢他的那个男的啊 死掉的那个男的啊 过去追他 你问他 他有个干爹 一直喜欢他 喜欢他他不愿意理他的那个 就是那个人 你现在先不要跟他讲 他反正听不懂 明白了吗 他听得懂一点 他听得懂国语啊 不是 他是读音效的 他会听福建话 会听50%的华语 你告诉他 就是那个人一直要捉弄他 所以呢 他现在要报复在孩子身上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所以呢 叫他赶紧把那个人要念经念招 而且叫他不要去跟孩子经常讲话 因为这个妈咪啊 经常跟孩子讲 哎呦你要好啊 哎呦我孩子我欠你的 你怎么样 你越讲 他这个孩子身上那个灵性越开心啊 为什么啊 就像抱住他一样啊 这干爸活着的时候没咋抱 现在死了 我要你天天抱住母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听得懂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太神奇了 你们不知道的隐蔽世界里面有多少东西啊 因缘国报丝毫不爽啊 听得懂吗 是的 你怎么发呆了 好了 叫他给他 这个孩子先念590章 590章 21章 21章 这么念 明白了吗 明白 叫他这个妈妈要开始吃素 或者吃初一十五 不吃活的海鲜 明白吗 明白 否则的话我告诉你 被这个孩子会折磨得不得了 你去看这个孩子好了 这个脸长的就是像一个老人的脸啊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是 所以啊 他活着的时候你不肯抱他 现在他到你儿子身上 让你天天抱着他 这就是鬼啊 所以鬼是很小气的 你欠我的我一定要你还的 所以叫小气鬼啊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 他问他自己本身要怎样念经 要念多少 他属什么 1976年属龙 哎哟 他被罚下来了 他在天上 他做仙女 怪不得长得还不丑呢 哦 他罚下来了 嗯 哎哟 他在天上欠人家情啊 他 所以他到人间 他欠人家很多 所以他会有很多男朋友的 嗯 我告诉你 最主要的是四个 次要的 有六个 听得懂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嗯 你也要听 好啦 多念姐节奏 多念心经 再教他多念 礼佛大常委们 好了 陆台长 他还有一个女儿 讲话 呃不清楚 再问了 不能再问了 没时间了 对不起我们没时间了 好啦不能再问了 也是的 另外一个灵性 谢谢台长 谢谢 你这样 你帮他小房子念到一定的时候 他的女儿啊 讲话就会清楚了 台长只能救他女儿 不能救他儿子 好吧 因为他的女儿的业障 比较轻 他的儿子业障比较重 靠他自己还 但是他的女儿 我可以叫 他只要好好的每天给他女儿念 二十一遍心经 然后让女儿 不杀生 初一十五吃素 然后给他放 一万条鱼 这个女儿在半年之中 台长可以叫他讲话讲得清楚 好啦 我今天在这里讲的 全部应验的 每次开法会之后 讲的都应验的 好了下一个 感恩卢台长 请您 看看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九一年的杨 你让我看看呢 九一年的杨 看看他精神情绪方面 九一年是杨的 什么情绪啊 小孩子有点自闭症啊 对 这小孩子啊 少年老成啊 什么都想啊 想得太深了 听得懂吗 胆子特别小 嗯 胆子小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叫他赶快念大悲咒 现在在念 我告诉你 他不是胆子小的问题 他灵性是每天晚上来找他 他总是爱紧张 对 每天晚上来找他 还有 你最好 不要管他太严 你呵护他太多了 你太强了 你是一个男人 听得懂了吗 谢谢海长 看一看 我女儿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不停地给他念 好吗 好的 这孩子挺好的 这孩子现在呢 我就怕他爆发 因为爆发了之后呢 他就不能上课了 是的 从小就没有上过学 看见了吗 现在这个图腾整体看起来 在原地打转 也就是说 根本走不出自己一条路 我需要你赶紧给他念小房子 我现在看到他身上的灵性很厉害 是的 我告诉你 这个灵性会让他 经常会哭 不讲话 觉得心里很委屈 听得懂吗 对 然后他的功课 功课 功课你就叫他念 礼佛五遍 姐姐咒一百零八遍 往生咒四十九遍 然后叫他念心经十七遍 大悲咒念十三遍 另外还是要做什么功德 功课嘛就是这点 刚刚不是讲了吗 你把话筒给他 我给他制一制 马上就好了 小姑娘 台长跟你讲话 你现在怕不怕 不怕 我问你 你跟我记住了 你现在心中想着观世音菩萨 你马上心中有光 听得懂吗 你现在想一想 你有什么可怕的 不怕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经常来跟你讲讲话 聊聊天 他也没有伤害你 对 那么你不要怕 好的 因为他很寂寞 但是呢 你跟他说 我时间长了 我没有时间陪你 我给你念小房子 以后你找其他人去聊 好 我呢 你让我上课 你跟他讲 但是呢最好不要直接跟他讲 你就跪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台的时候 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保佑我 然后你再跟观世音菩萨说 请观世音菩萨帮我身上的灵性说 我以后想读书 嗯 叫他不要经常来找我聊 好的 我要给他380张小房子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叫他不要老呆在你的肚子上 嗯 因为他老让你肚子痛 快走 让你的月室不调 嗯 对不对啊 对啊 想开一点 他走了 你就解放了 他走了 现在当然走了啦 台长在他还不走啊 回到家他又来了 听得懂吗 嗯 叫你妈妈不要太凶 他要你不能太凶 因为他不开心 那个鬼不喜欢你妈 喜欢你 听得懂吗 嗯 所以你妈妈凶了 他就来 你妈妈带他客气客气 他下次不来了 对 我告诉你 有一句话叫小鬼难缠啊 嗯 所以有时候你对小鬼 你得客气点啊 听得懂吗 嗯 哎 你妈妈曾经啊 现在她跟我讲啊 你妈妈曾经找过什么法师 也不知道找过人家 什么那个 什么 巫 巫婆也不是 给她驱 驱逐过 在你身上啊 你找过人没有 看 我告诉你鬼小气的不得了 你 你弄过他不好 他一定记住 所以不要跟鬼打架 不要跟人家不开心啊 听得懂了吗 嗯 你敢不走他的 我们只有和谐 善待 把人家请走 你敢走他他不开心的 对啊 你妈妈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吗 好 好了 请台长慈悲 我女儿这个机会是我同修 让给我们的 请您再帮她看一看 三六年的 好嘞 三六年的鼠 朱永生 快点抓紧时间了 不能看图腾了 你看他的那个血液 谁啊 朱永生 三六年的鼠 是你的朋友啊 是我的同修 血液出毛病了呀 主要在上半生呀 上半生的脑子 心脏血压 整个免疫系统都出问题了 听得懂吗 懂 主要是脑子呀 你叫他赶紧啊 放声啊 多放声 好吗 好的 而且叫他小房子 小房子要狂念 最重要的叫他放声 放声多放一点 好的 好吗 好的 太小气了 谢谢太太 好了 好吗 感恩台长 我要问我母亲 1949年生下牛 1949年属什么 牛 你妈妈现在 主要还是下肢啊 那个腰啊 腰部和腿部啊 不能动啊 明白吗 是 但是你妈妈 你别看她坐轮椅啊 她还能动一点的 明白了吗 嗯 哦 她是现报 你妈妈年轻的时候 有没有过沙叶啊 沙叶听得懂吗 懂 是的 我告诉你 你让台长看 我都能帮你解决问题 叫你妈妈每天念 往生咒 礼佛大忏悔文 还要放声 明白吗 你妈妈脾气很大 因为家里出生豪门啊 家里地位很高啊 大小姐啊 牛得不得了嘞 对 现在不是坐轮椅啊 听得懂了不啦 放下自己啦 你今天 过去是过去 现在就是现在 放下自己 好好念经 多少张小房子 六十九张先念 叫她泡脚 泡脚 每天晚上 每天要泡脚 好吗 叫你妈吃单身片 单身 心脏不大好 哦 心啊 心跳很微弱 听得懂吗 其他没什么 就是颈椎脖子也不舒服 明白了吗 手脚全部没有力啊 手脚全部没有力啊 手脚没有力 就是因为血上不来 大脑是指挥部 血上不到大脑 手脚全部没力 我的脑身肿瘤 已经割了 可是还是一样神经线要 你不念经不念小房子 你就是割了肿瘤 它还会再长出来的 听得懂吗 很简单 就像头发一样 你头发剃了 为什么还会长出来啊 很简单啊 你现在一定要把灵性念掉 你灵性不念掉 你毛病不会好的 听得懂吗 还有 他在1948年生上属 18年 那个肌瘤有问题 男的女的啦 只能看一个的 都今天都看两个了 一个已经坏掉了 腰子啊 肾脏啊 一个已经坏掉了 听得懂吗 懂 一个已经不工作了 现在他两个腰子 靠一个工作 对不对啦 对都不会讲的 孩子 你不要变自闭症 都断了断了讲话 明白了吗 对 好了 你让他多念 我看啊 我也不想看了 太多灵性 看了我头都痛了 全是鬼啊 你不知道啊 他们自己不看 路台长啊 你帮我看看 你帮我看看 我晚上叫他来 你们自己看吧 好了 这个人给他念 79张小房子 好吧 慢慢保住他 另外一个腰 就好了 谢谢师父 叫他不能再杀生了 谢谢师父 不能吃活的海鲜了 明白了吗 谢谢师父 有啊 在腰上 哦 腰不好 腿不好 明白吗 明白 你想问什么 告诉我 要多少张小房子 有一个老人在他身上 哦 叫他念69张 好的 好的 好吗 好的 他图腾的颜色 请问是 是什么 68年的猴 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台长 感恩台长 嗯 谢谢 谢谢 谢谢你啊 只能为一个 能为一个 助手 感恩大师大悲 救苦救难 管达尼卡观星菩萨 感恩 大师大悲 救苦救难 鲁金鸿台长 我是1970年的狗 想问鲁台长 我自己本身子宫 啊 啊 啊 想了解 几几年属什么 1970年属狗 哦 哟 你子宫长过流的 是 我告诉你啊 很麻烦的 我看你这个 医生要教你把子宫都拿掉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你现在 赶紧 放声 好 赶紧 念 礼佛 每天要念五遍 好 明白吗 明白 还有 要 每天 喝大杯水 你家里有没有佛台啊 台长有 每天喝大杯水 好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放声 三千条鱼 三千 嗯 还有不要生气 嗯 你 妇科不好 但是实际上 你的肾脏更不好 肾脏 嗯 腰啊 明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的腰很插劲呢 嗯 其他没什么 就是颈椎 右面的手啊 脖子这个地方 手经常抬不起来 酸痛 嗯 嗯 右面 明白 哦 右边 嗯 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嗯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了 欠人不要太多 感情也是欠人太多 嗯 欠人感情太多 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不要再去欠了 你否则的话 你的心啊 会不稳定 嗯 好啦 那这样子 啊 谢谢台长 小房子是要多少张呢 他小房子不多 先念48张 48张 以后不要停的念 蛤 不要停的念 明白 就不停的念 明白 好吗 好 还有你要 你现在许愿吃素了吗 许愿了两天 每个月 其实我吃山树 因为我还要煮肉和海鲜給我 你煮肉 没有关系 你自己不吃 没有吃 会改变你的血液循环系统 否则你身上还会长东西 我现在告诉你好吧 好 你的背后啊 还有一个小的截子在你的背 背上面 哦 你知道吗 就在这个背的后面 有后面 很久了吧 一个小的截子啊 我没有发现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 你就算身体上 喜欢长东西的地方 你割掉了 它又长出来 你割掉了 它又会长出来的 外面长得很厉害的 里面一定长 明白了吗 明白 感谢台长 没什么大问题的 要开始吃素了 全素 好 全素 谢谢 赶快抓紧时间 感恩台长 我想问我的孩子 2012年兔子难了 2002年 2012 2012 2012 数什么 兔子 想问什么问题啊 他身体的健康 生下来就不好 免疫系统出毛病了 对 这样我想我问他有没有灵性 身上有灵性 很大的灵性 两个小孩 你自己钓过孩子没有啊 没有 在催啊 在催啊 算了 我不讲你了 这样我需要念什么经给我这个小孩 嗯 给他好好念小房子 念七十九章 十九章 嗯 我又不是说你 掉孩子跟其他人啊 是跟你老公 不当心的时候 听得懂吗 懂 我在保护他呢 我在保护他呢 好的 听得懂吗 嗯 好了 好了 我告诉你啊 你让孩子啊 这孩子缺钙啊 我刚开他缺钙 嗯 明白吗 肠胃很不好缺钙 而且有点像 过去讲的免疫系统不好 就有点像软骨病一样的 听得懂吗 懂 没有关系的 每天给他念二十一遍大杯中 给他喝大杯水 好不好 ok 然后 这个孩子 你除了医生给他吃药之外 你让这孩子每天晒半个小时太阳 后背 不是前面 后背 好不好 好 好了 谢谢大长 嗯 感恩 如台长 我是问七十一年属租你的 七十一年属租的女的 想问什么 嗯 有没有灵性 有没有灵性 散灵 没有什么大灵性 蛮好的 是你自己吗 嗯 对 健康 你这个人 人很好 就是脑子不好 记性一塌糊涂 什么都记不住 对不对啊 对 我看他那个猪的图腾挺好玩的 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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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拱拱那里拱拱 就是根本不知道方向 所以你这个人没脑子的 人家这里说说你很开心 那里说说你也很开心 你没有脑子耶 听得懂吗 你很开心耶 你为什么把个包放在前面了 像卖票员一样 像汽车卖票员一样 还有什么问题啊 其实我的 脸神经线 有问题 我也不懂它什么问题 我帮你看看啊 谢谢 七十一年的什么 我的脸的神经线 七十一年属株 风水 家里的环境不大好 你家里不远处 我刚刚看你家里不远处 有一个不知道是坟堆 也不知道是一个教堂 就是有专门 不是太好 就是说过世的人啊 这种 你们家里啊 不远处 有没有啊 对有 好了 那你能不能在你家里的窗户上 贴那个风水画 山水画 山水画 风水啊 好吧 好 贴贴 你告诉你 你有一点 你可以静可以放心 今天你见到台长了 我不会让你得神经病的 你好好念经 好了 我的婚姻如何 你的什么 婚姻 不好 你的婚姻肯定不好 因为你是欠人家的 你东壮壮西壮壮 你的婚姻很不好 明白了吗 OK 因为男人都觉得你傻 我给你一个建议 你实在想结婚的话呢 你就找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老实一点的 不要有钱的 你可以跟他好下去 数一个 找一个数老虎的 老虎不吃猪的 听得懂吗 好 那我要念什么经 或者 那是三大经 然后小经 不停的换 念 对自己都有帮助 还要放声 还要许愿 明白了吗 好 好了 谢谢 谢谢 好了 对着嘴巴 想问一个人 抓紧时间 谢谢 刚才鲁白讲 这个是我妈妈 她是1935年属猪 35年属猪 想看什么 她一个月全跌倒 到现在不会跑路 看下有没有灵性 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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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怀疑不好 好 我问你一句话 你就知道了 你爸爸还在不在啊 不在 你问你妈妈 经常想念不想念你的爸爸 你想不想你先生啊 一点点啊 一点点 我问你啊 老妈妈 一点点你做梦做到她没有啊 做梦做到她没有啊 没有 她来看你 做梦有 我问你啊老妈妈 她来看你用的方法不是太好 人家们买点礼物啦 握个手来看你啦 你知道她怎么来看你的吗 她把你弄跌倒了 叫你爬不起来了 所以就叫你一点点爱她 活着的时候你太厉害了 你听得懂吗 你什么都管她的 害的她 明明不是女朋友的 也把女人赶走 还有很多 什么事情都要做 经常指责她 讲她不好 老妈妈听得懂吗 听到 知道 她还稳得不得了 知道 老妈妈听得懂吗 你现在开始 要给她念经 你把她超度 她就不来看你了 好吧 我告诉你 我现在跟你讲话 我叫她离开一会儿 让你的腰 我可以在两分钟之内 让你的腰马上热起来 因为我现在知道你的腰是冷的 明白吗 你不要讲话 你眼睛闭起来 我让你的腰马上热 好不好 好 她们自己更按 好 好 好了 老妈妈 热了吧 热了吧 要热吗 要热吗 老妈妈你记住了 台长能救你的病 也能救你的命 但是你要答应台长一句话 因为她今天能够把你绊倒了 实际上她就是跟你看清楚 你跟她的冤结是上辈子结下来的 她不念你夫妻之情 她是来还债 她是来要债的 所以我希望你老妈妈 从现在开始你就要把自己的病要治好 而且呢 你现在开始要好好地还她的债 念经修行 你听台长的话 因为她还会让你走掉的 明白吗 你不能恨她 因为你们两个人是前世冤结 你现在要可怜她 她比你先走了 你就还活着 你好好给她念经 你把自己好好地留在人间 老妈妈听得懂吗 好啊 好 她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好了 她好好地念吧 没有多少张小房子 她跟她先生只要念到七十八张就可以了 我告诉你七十八张念完了 台长告诉你 你的腰可以站起来了 谢谢师傅 其实你再给我五分钟 我当场可以叫她站起来 但是没时间了 好了 谢谢 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都到这里结束了 不能再讲下去了 还有几位呢 明天台长在弟子开示的时候 给他们再问吧 好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台长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爱大家 大家来一次不容易 希望大家一定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修心 大家一定要努力 台长说了 我们的心是和菩萨连在一起的 我们的情是和众生连在一起的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来人间的责任 我们来人间的责任 就是我们自己要好 更要度我们的亲戚和朋友 我们要度众生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烦恼 我们要放下自己 你们一定要经得起考验 激来人间 我们就要有学有祸而归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给观世音菩萨 给我们的本性带来更多的众生 能够上天 能够让他们明白 我们学佛真正的道理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学 好好地修 台长感恩你们 台长热爱你们 但是有一位菩萨更爱你们 那就是观世音菩萨 感恩观世音菩萨 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今天来的菩萨很多西方三圣全部都到了 还有观世音菩萨 洪海尔又来了 我告诉你们 今天还有一位菩萨 我们不是常见到的 那就是我们的普贤菩萨 给我们今天增加智慧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我们伟大的母亲 法喜充满 大家说今天你们坐在这里 浑身热不热 我告诉你们 你们所有的人都得到加持了 你们想象一下 菩萨的法语 辩杀全世界靠的是我们众生 所以佛不离众生 众生离不开佛 希望观世音菩萨常回来看我们 也希望我们常回家看观世音菩萨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地修 末法时期灾难太多 人伤我痛 要有慈爱之心 不要只管自己修 要救度众生 记住要成佛 要成菩萨的人 就必须要救度众生 我们自己要好 我们更要对得起爱我们 养我们 帮助我们所有热爱我们的人 感恩吧 多一点感恩心 想一想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共沾法医 想一想每天在医院里有多少人躺在病床上 过不了明天 我们是多么的幸运 因为人生难得 精以得 因为我们今天闻到了佛法 我们精以闻 希望所有的学佛的佛子 经常想念观世音菩萨 经常感恩我们的佛祖 经常感恩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不要因为一点点的不高兴 就把自己的佛德磨灭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我们真正的本性 那是佛性啊 我们永远不能丢失我们的本性 我们永远要拥有我们的自性 只有我们拥有自性 我们才会产生怨利 因为我们有了怨利 我们才能去共沾法医 去让所有的佛友共沾法医 共沾法喜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人间 就当成这个天界 当成我们西方极乐世界 难道不是吗 想一想你们到这里来 每一天无忧无虑 就是念经 你们这么大的庙 你们天天有人供养你们吃饭 安排你们 想一想 这难道不就是人间天堂吗 我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好好的去救度别人 好好的让自己的心 永远和众生贴在一起 我们就永远不会丢失众生 我们很快的就能成为菩萨 记住 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学佛就是要成佛 爱众生 爱父母 爱兄弟姐妹 爱你们所有周围人的一切 好好的用心去爱 好好的让自己的慈悲心 放尽光芒 让人间充满着慈悲 观世音菩萨就会常住在人间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帮助我们 你们每个人 以后 学心灵法门的 我会跟观世音菩萨说 菩萨呀 他们的心是多么的善良 他们拥有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的慈悲心 观世音菩萨 你让他们能够在梦里每天看到你吧 给他们增加能量 克服人间的所有病痛 谢谢观世音菩萨 谢谢所有的佛友们 希望大家要团结 希望大家一定要真修 因为只有真心学佛 真心修心 你才能真正的得到你的 如来本性 爱众生 爱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要舍弃身上所有的毛病 一丁点 一点点的毛病 都不能让自己在心中 穿存 只有把身上的毛病全部去除 我们才能不能让所有的污染 进入我们的身体 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我没有生病我才有免疫力 经常生病的人 他没有免疫力 希望大家身体要好 就相当于我们的灵魂要好一样 我们不能再丢失了 我们离开了母亲太多时间了 我们到了人间来沉沦 让我们沾染的那些贪 称吃慢衣 太多了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要超脱自己 解脱自己 我们要真正的释放自己的心灵 让自己的心永远和菩萨在一起 让我们的心永远像菩萨一样 活在人间 我们就是菩萨 你们都是活菩萨 希望用你们的实际行动 去让全世界拥有更多的活菩萨 永不放弃 好好地学佛 人间就是一场戏 很快地就会结束 而当我们结束的时候 我们不会下去 我们永远不会下台 为什么我们是回天的 最后台长 恭喜大家 因为我们拥有了人间最神圣的智慧 那就是佛的智慧 因为我们今天学佛了 我们的过去已经是过去了 我们过去的苦痛 我们过去做过的业障 我们全部都要消掉 永远要记住 要去除旧业 永不造新业 你就能上天 阿弥陀佛讲的 带业往生 并不是指的 你要带新业往生 指的是 你可以在没有造新业的情况下 在消除旧业 没有完全干净的时候 你可以带业往生 所以希望大家 从现在开始 永不造业 连脑子里的一丁点的 私心杂念都不要有 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干净 真正的是学佛人 祝大家 学佛精进 龍马精神 祝大家 永远得到观世音菩萨的 观爱 谢谢大家 感恩啊 这么大的法会 几万人 让台长内心在流泪 因为我看到了你们 我就想到了更多的受苦人 因为台长看到你们手伸出来的时候 我就想到观世音菩萨妈妈 经常为什么流泪 多少人需要我们去救 难道你们不应该去救他们吗 帮着台长 帮着观世音菩萨 一起去救更多的有缘众生 永远不要放弃 我们永远是学佛人 我们来人间的目的 不是要在人间常住 我们要在人间救度众生 然后我们最后的目的是要 超脱六道 永不轮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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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的学佛修行度人 感恩马来西亚的共修主 让马来西亚到处 心灵法门在开花 感恩你们 感恩全世界的佛友们 你们为了心灵法门付出了太多 也感恩法师们的护持 感恩所有的义工们 希望大家能够生在福中药之福 也感恩大家 希望大家要永远的有发心去度人 台长 法会永远不会结束 你们把台长的话 永远记在心中 法会就没有结束的一天 不要懈怠 不要自暴自弃 不要浪费自己短暂的人间 因为我们过去的时光不可能再拥有 所以我们只有奋劲 好好的努力 让自己真正的解脱 完全超脱人间的烦恼 我们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活菩萨 最后台长说一句心里话 台长爱护你们 爱你们我永远不会放弃你们 我愿意更多的人念经 我愿意听到更多的人念经 我要让观世音菩萨 让我们的佛陀 让我们所有天上的菩萨听听 学心灵法门的人 每个人的嘴巴里都在念着大悲咒心经 只要念经的人 一定会得到菩萨的加持 只要能够有心想改变自己的人 他一定能够得到改变 菩萨救 有缘众生 菩萨不救 连自己都不想救自己的人 我们所有今天来的人 都是想救自己的人 希望你们一定要努力精进 菩萨一定在我们心中 菩萨一定会大慈大悲的 普度众生救度我们 谢谢大家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侯台长 再次感谢大家参加本次悬议中述大型现场解答会 本次法会圆满结束 祝大家法喜充满 学佛精进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前往资讯处查询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们文化 谢谢大家 周圆满结束 visa eye Federation 那么关心一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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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关心一菩萨